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琳達 12月10日 臺灣法輪功團體及朝野立委 在立法院共同召開國際人權日 正以良知不沉默記者會 呼籲停止中共對法輪功長達於22年迫害 並嚴懲元凶前中共黨魁江澤民 臺灣以人權立國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既定政策 臺灣法輪大法學會副理事長、臺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指出 臺灣最高立法機關立法院及縣市議會 自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多次通過人權提案 包括要求釋放法輪功學員 嚴厲譴責中共活摘器官、不邀請、不接待、 不歡迎中共人權惡棍、來臺等等 張錦華表示 在全球聲援法輪功學員爭取人權的行動中 臺灣從不落人後 可為華人社會中支持中國大陸人民爭取人權的表率 中共無數迫害人權的暴行中 受害者包括多個群體 張錦華指出 其中 由以法輪功學員為主要受害者 各項調查發現 中共大量活摘器官、謀取暴力 國際社會的人權專家、學者甚至震驚地指出 活摘器官是這個星球從未有過的邪惡 法輪功團體代表律師朱婉琪 報告法輪功團體在中國大陸被殘酷迫害的最新情況 並說明目前在國際人權方面的幾項立法趨勢 首先 歐美澳亞紛紛通過人權問責法的立法 禁止人權侵犯者入境 並凍結其在境內的財產 人權問責法目前在立法院已經一讀 它呼籲朝野立委務必支持通過該法 對於中共侵犯人權者禁止入境、凍結其財產 起到反制及震懾的作用 朱婉琪說 其次 針對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反制行動 9月舉行了反活摘世界峰會 共有19國32個人權方面的專家及學者與會 並且發表了反活摘世界宣言 實踐該宣言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推動各國活摘器官的刑事立法 她表示 台灣是華人社會中反制中共的最前線 活摘反人類暴行的刑事立法 台灣 應勢在必行 朱婉琪律師並在記者會 公布全球聲援中國民眾控告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的刑事舉報連署活動最新統計 截至2021年12月10日為止 全球已有37個國家和地區的390萬3727位民眾 連署刑事舉報 根據統計 台灣 日本及韓國民眾參與 舉報江澤民的人數為最多 台灣有1323139人 日本有966692人 韓國有677531人 至於歐洲方面 她說 共有29國參與 以烏克蘭 荷蘭 以色列 西班牙 捷克及俄國 連署舉報人數為最多 澳洲參與舉報的人數則超過20萬人 朱婉琪強調 反制中共已是國際社會主流 是大勢所趨 而解體中共是歷史的必然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表示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 全世界都應該要重視人權議題 法輪功乘其受到中共的迫害 最大的櫃子手就是江澤民 當然 我們希望拯救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拜登9日 10日召開民主峰會 他說 美國政府目前邀請110個國家參加 也希望民主聯盟共同唾棄中共獨裁政權 讓國際人權保障可以發揮 時代力量立委 陳焦華說 法輪功學員遭中共長期迫害 甚至活摘器官 我們真的深感痛心 人權就好比空氣水一樣 一旦沒有人權 生命尊嚴就無法彰顯 他指出 中國人權記錄受到指責 還試圖讓民眾噤聲 全球聲援法輪功爭取人權的行動 時代力量一定聲援 捍衛人的基本人權 民進黨立委賴會員說 今天召開記者會的同時 發生尼加拉瓜與台斷交 令人遺憾 其實 中共藐視台灣人權 慶竹難輸 國際社會對中共侵犯人權已是零容忍 美國 加拿大等多國宣布抵制北京冬奧 台灣在亞太地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世界民主人權自由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我們更應該站出來一起捍衛人權 民進黨立委張廖萬金說 他幾乎每年都聲援法輪功反迫害活動 非常感佩法輪功學員22年堅持不懈以各種方式講真相 他強調 台灣以人權立國 人權是普世價值 最後還是會贏得勝利 我們聲援被中共迫害的人士 也聲討中共迫害人權 這是國際社會肯定的 彰顯台灣不同於中共 是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表示 人權是普世價值 更是台灣社會最高信仰原則 也因此在世界人權日 我們認為任何有關人權的議題 人權的活動都應該重視 呼籲各國政府應重視人權 他指出 尤其過去到現在還是有這種逼迫人權的狀況 未來希望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大紀元記者中原 特約記者曾新敏 台北報導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陪水澳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